芯片半导体已经成为当下全球市场非常火热的领域 尤其是在华为事件爆发以后 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对于芯片半导体产业的重视 都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说到芯片就离不开光刻机 作为生产芯片的制造设备 更是决定着芯片供应的重中之重 不过遗憾的是 当时的华为因为只考虑到了芯片的设计 没有在芯片制造领域有所布局 最终导致一旦受到制裁 无法实现芯片的自我供应 白白丢失了5G商用化快速发展的四年 这个大意 使得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 直接措施了超越三星和苹果两个品牌最好的机会 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恢复过来 原因很简单 漂亮姑不愿意 而且时刻紧盯着 就拿最近发生的事情来说 因为华为刚刚公布了2022年度的财务营收数据 表示营收和利润符合预期 结果很快漂亮国就表示正在印尿新的芯片修改规则 后来的事情大家就很清楚了 漂亮国一方面直接通知高通 英特尔暂停对华为的4G芯片 WiFi等产品的供应 另一方面联合日本、荷兰制定三方协议 限制半导体相关设备的出货 打蛇打七寸 这一次真的是稳、准、狠 不得不说 有时候对你最为了解的就是对手 不过 他们最终还是小看了华为 小看了这个国家和民族 种种迹象表示 三个反击已经在酝酿 甚至国家队也出手了 一、孟晚舟即将接任轮值董事长 根据最近的消息显示 孟晚舟将会在4月份正式接任轮值董事长 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孟晚舟将会成为华为的最高实际领导人 不仅如此 早在此前 孟晚舟已经带队访问了中国建材 华能等国家对巨头被外媒解读为不愿意妥协 加强国产供应链的合作 毕竟 大家都知道孟晚舟曾经深陷海外无法自由长达三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更是不断遭遇了各种刁难 最终 东方辗转终于顺利回国 与此同时 华为也通过成立十大军团和过冬模式成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现在的规则限制或许会有不利影响 但是一定没有当初带来的影响大 而孟晚舟一旦走马上任 势必不可能有任何后退或者妥协可言 这实际上就是华为看似沉默实则强硬的回应了 二 国家队出手 中国半导体协会发话 根据外媒的报道显示 每日和三方达成了新的芯片规则协议 将会对中国芯片制造 施加新的设备出口管制和限制 根据日方的消息 虽然协议内容没有公布 但是却会在今年春季开始执行 要知道该协议一旦生效 将会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带来巨大的伤害 甚至会延迟当下的各领域芯片的国产替代化进程 至于华为更是不能幸免 现在的华为已经完全无法自己生产芯片 目前上能保持出货量的手机都是中刀端产品 国产厂商的芯片在要求上是无法满足的 这一卡就卡到喉咙 面对这一形式 中国半导体协会表示 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的60多年 一直都是靠着全球化市场和全球化创新换来的 现在以漂亮国为核心的三方协议 毫无疑问是对全球化市场的破坏 是对全球化创新的阻碍 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卡牌 三国产采购半导体设备 尼康获利 ASML无援 不仅如此 有消息显示近期国内半导体设备采购订单里 出现了尼康 东京电子等日本供应商 而在光刻机领域有着绝对优势的ASML 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名单里面 三方协议里面 荷兰方面的参与角色里就有 ASML在配合出货限制 而这个并不是ASML的本意 因为一来ASML刚刚提升了道夫光刻机的产能 迫切需要大量出货回本 二来ASML本就希望能快速进入大陆市场 现在说好了大家要限制 结果阵营内部却出现了骚乱 何者三方限制 美方战略收益 日方订单收益 何方承担损失才是协议的本质吗 ASML的不高兴不言而喻 现在的半导体市场格局风云变幻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底蕴仍在 而且还有尼康 索尼 佳能等诸多厂商在投入大量资金研发先进工艺的光刻机产品 再加上此前高通表示可以正常出货 华为的表态 估计ASML在后续也会有所回应来改变目前的局势 实际上国内厂商早就向ASML付款订购光刻机 不管是成熟工艺的DELF光刻机 还是更为先进的EUV光刻机 但是都由于限制而无法完成供货 现在日方的操作让ASML颇为警醒 因为他们更明白曾经全球半导体霸主的日本 即便现在落后了一些 仍然不敢忽视 不容忽视